这时,梨兰确实一下子就跪到了王小飞的面前的。 小飞哥,我知道你花那么多的钱,就是想帮我们村子。 其实,这些野草并不值钱,这钱我们收下了,我记得你的情。 您,有了这钱,我就能给我妈妈治病,我还能够把我们家漏风漏雨的房子修一下,你是好人。 梨花也看向王小飞道,小飞哥,我也记得你的恩情。 看你们说的,这草药对我真的有用的,我收了这些草药还是能够赚钱的。 这时,村民们都被离家姐妹的话说得感动起来。 一个中年女人道,王老板,说个实话,这次每一家少则百元,多则上千元,这钱对我们村子太有用了。 今年,家家都能够把生活改善,有了这钱,大家的心中就有了底气了。 是啊,王老板,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想法,反正我们整个的村子都记得你的情。 看着这些淳朴的村民,王小飞暗道惭愧。 自己收到的这些林草是真的有大用的,可是无论他怎样说,村民们都认定了他收的这些野草就是要帮助他们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 算了,往后就多花些钱,帮着大家一下好了。 王小飞与离家姐妹一道,把那些挖来的林草小心地种了下去。 为了种新收的这些林草,王小飞又专门画了几片地方。 这样一来,这里就画出了十多片地方,每一片地方都种着不同的林草了。 陆家傅这时正在指挥着一些村民,帮着用竹子把各片的地方隔开。 王小飞这时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修气第二层,就不必像第一层时那样挖坑埋玉符。 这次,王小飞是一边走着,一边趁着大家不注意,就把玉符打入到了地下。 一圈走下来之后,王小飞已是把所有需要打入的玉符都打到了地下。 行了,现在距林阵已经是不好了,只需要启动阵法,这片地域就有着充足的仙气,到时候种下的林草就不会死亡。 王小飞向着四处看了看,看到没有人注意到自己这里时,暗中守绝打出,一块小型的阵盘就朝着正中心的地点打了下去。 随着这阵盘的打入,加上王小飞的守绝展开,整个的距林阵已是启动了。 就在这时,王小飞明显就感觉到灵气并不是从天际而来,而是大量地从地底下冒了上来。 浓郁的灵气把这方灵田完全地笼罩,有着阵法的原因,灵气并不会溢出。 这时,王小飞都暗自吃惊了,这可不是一般的浓郁了,整片的灵田完全布满了灵气。 再细细地看了一阵时,王小飞看到并不是说没有从天际而来的灵气,只是那天际到来的灵气并没有从地底下涌上来的灵气充足而已。 现在,这块灵田可是远远地超过了王小飞在花溪村弄出来的灵田了。 如果说那花溪村的灵田也有灵气的话,那里的灵气只有这里的1%左右,远远不如这里。 王小飞在看看那些灵草时,心中明白,在这样的地方种植的话,灵草的品级会更高。 这里倒是能够弄成自己的一个资源基地了。 王小飞感觉到自己这次到绿水村真的是来对了,这里才是一个真正的宝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